3 2 1 起起动 2024桃园儿童艺术节即将在6月29号起一连两个周末登场 要在中丽新人亲子公园以及桃园阳光剧场 带来四天34场表演跟两场游行活动 师傅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 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同乐来桃园度过难忘的暑假 2024年我们桃园的儿童艺术节 这个周末29号30号 下个周末6号7号就要隆重登场 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我们赵志强 强哥来帮我们策展 那么这个周末在中丽的新人亲子公园 下个周末在阳光剧场 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一共加起来超过30场 下午4点到8点 太阳不晒的时候过来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过来跟小孩同乐 一定会让你们的小孩子有一个 不会忘掉的暑假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儿童艺术节 记者会中也抢先公开精华版表演片段 风神宝宝儿童剧团即将上演 真假风神宝宝的趣味剧场 光是部分片段就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 另外如果儿童剧团也在记者会中 先跟观众朋友介绍 接下来演出会登场的恐龙宝宝好朋友们 号召大小朋友周末一起来看剧享受暑假时光 策展人赵自强表示 2024桃园儿童艺术节 以启动想象力的翅膀为策展理念 希望透过各种儿童艺术活动的参与 让孩子们在寓教娱乐的环境中启发想象力 提升专注力与创造力 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小朋友一个很不一样的夏天 在这个艺术节当中我们的主题是启动想象力的翅膀 艺术表演的欣赏体验 对很多人来说大朋友来说可能只是娱乐 但是对孩子们来说却还有教育 所以在这次的三十多场的演出当中 其中还包括其他的市集儿童的DIY手作体验 我们希望透过综合的所有儿童艺术活动的参与 让孩子们寓教娱乐的活动当中能够成长快乐 拥有不一样的夏天 2024桃园儿童艺术节推出三十四场演出 跟两场游行活动 包含魔术戏剧音乐等多元类型演出 还有手作体验美食儿童市集等活动 为孩子们打造最欢乐的一文时光 欢迎家长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多元又有趣的暑假时光 记者来为一头一报道